如果世界是一場派對 歡迎入場 祝您在這場派對中玩得愉快 我是李白 第三集 距離 這是一個上班族跟我說的故事 你能懂那種感覺嗎? 他問我 長大後 刻意跟家人保持一點距離 反而能相處得更加融洽 所以我很早就決定搬出去住 減少那些因為住在家裡 而與家人之間產生的摩擦 我們家每星期會聚餐一次 我們會在定好位子的餐廳裡面 邊聊天邊品嘗好吃的料理 保持著這樣的距離 我跟家人之間的關係 也比以前好上了很多 直到前年 媽媽因為癌症末期而過世了 在那之後 又剛好遇上了疫情 我們家聚餐的習慣 就這麼暫停了半年左右 等到我們終於 又能夠一起進餐廳吃飯時 我總會為媽媽多點一個位子 有一次 我因為工作太忙 而忘記訂晚餐的位子 於是當天晚上 我們臨時走進了一間簡單的小餐廳裡 而不可思議的是 當天我點的那一碗湯麵 那個湯頭的味道 竟然就跟我媽媽做的幾乎一模一樣 那一碗湯麵 簡直就像記憶中 媽媽剛從廚房裡端出來的一樣 但是 我並沒有像電影裡演的那樣 吃得淚流滿面 反而 只感受到一股強烈的孤獨 正是因為 嚐到了太接近的味道 我才意識到 自己跟媽媽之間有多麼遙遠 這個距離 是我永遠無法觸及的 一想到這裡 便覺得自己在這個世界上 無比的孤獨 其實 我知道自己還有爸爸 妹妹 另一半 很奇怪對吧 明明在人群中 仍然覺得自己孤獨 而我當天竟然沒有跟爸爸和妹妹 談論這種感覺 就這樣一個人安靜的 把整碗面稀里糊路的吃完了 現在想起來 可能是因為 我不想讓他們也想起這份孤獨吧 如果 世界是一場派對 那麼你永遠不用為了自己的哥哥不入道歉 那千萬不要聽話 我們這次的古代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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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